其實我大學只考一間國庭 那時候就是想到國內最好的學校來 就是繼續就讀然後繼續延續自己的運動生涯 然後那時候阿賽學長還是有在跟我們一起練 他就會在旁邊鼓勵我們 有時候在跑我們快不行 他就會稍微慢下來然後推推我們 然後就跟我們鼓勵說快到了 就叫我們不要輕易放棄這樣子 只是就是後來就是慢慢也有一次就是受傷吧 所以就是我覺得就是想要 因為以前阿賽學長在國體算是一個精神支柱 那我們當然是一直就是追尋他這樣子 提映在他的每個項目其實都有一直持續的在突破 學運會然後再來接到台北馬拉松 其實可以預期說其實他只要願意的話 願意去嘗試的話他在每一個項目裡面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那也期望說他在2020可以為我們馬拉松拿下一張門票 加油 學長在我們以前中學的心目中都是算是偶像 對所以上了大學有機會跟他一起訓練 那看到他訓練的方式算是比較沉穩 對對那自我要求也都蠻高的 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已經算是神的地位了 所以基本上馬拉松想要前進奧運的話 我們都會覺得他很有機會 那也很期待學長可以跑出很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